新一届基隆市议会先举行预备会讨论确定议程 将从5月8号到6月12号之间举行第一次 为期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外加一次临时会 而为了增进问证效率 经过市议员们热烈讨论后 也将把行之多年市议员每人提问质询6分钟 缩短为3分钟 再直接请相关局处主管直接答询问题 第20届议会定期会首次的预备会 那也是首次的定期会 那今天大家议员讨论的非常踊跃 大家都希望可以节省时间 然后让市府官员跟议员之间 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业务的寻答 所以今天首次我们遵守大家的意见 大家希望议员问问题的时间 从6分钟改成3分钟 我想我们就配合议员大家所有的意见 让我们的官员有更多的时间来回答 另外市政府各局处首长到场进行业务报告时 将采取提交书面报告 让议员自己参阅就好 不再让首长口头报告业务 而是让市议员们直接咨询问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以往的这个定期会 我们局处长来各处是会先做业务报告 那我们议员们也觉得说 这个先做业务报告的时间 大概会拖到20分钟到30分钟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直接寻答 然后业务报告的部分 就是让局处长们用书面的资料 放在议员的桌上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议员也都同意 所以我们这一次做了两个事情的变更 一个就是直询的时间6分钟变3分钟 第二个就是局处长到议会来以后 直接做备训 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次定期会的一个特殊的变更 那我想我们就先示范 如果大家议员有意见 我们下一次的会议再来调整 市议会也将安排利用会期期间 到基隆宇以及和平岛阿拉宝湾这两地进行考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